我跟新政衛離婚就是因為我捐款 而我跟別的小狼狗跑掉了 我懷孕很墮胎啦 所以我躲起來啦 我知道是誰在引力宣傳一些什麼 你們祖母有心啦 你們祖母什麼 你不要逼我把你的名字講出來 我從全盛最胖的時期到現在最瘦的時期 我真的前後真的瘦我40公斤 你們可以離婚看看啦 你們離婚那個 體重就掉囉 悠悠妹婚便回歸 爆瘦40公斤 被船跟小狼狗私奔 很受傷 丟丟妹跟老公王興正3月1號 第四次調解離婚 確定斬斷三年婚姻 王興正在丟丟妹粉專坦承 對於婚姻的破裂 我深感內疚和自責 想要請大家繼續支持丟丟妹這個品牌 我搶誰的名字啊 1 你們沒有我了解她 2 你們也沒有我愛她 3 你們根本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4 不用小看她 她是個非常聰明 非常有能力的女孩子 3號丟丟妹也首都在新粉專 開了睽違五個月的直播唷 因為自己的私人的關係嘛 所以就有消失個五個月吧 那其實我有聽過很多傳言啦 啊我跟姓正衛離婚就是 因為我捐款而到她 就是跟別的小狼狗跑掉了啦 我懷孕我墮胎啦 所以我躲起來啦 我知道是誰在影藝圈傳一些什麼 你們祖母有心啦 你們祖母什麼 你不要逼我 把你的名字講出來 不贏說到怎麼贏了 那故事比八點檔編劇還會寫咧 有你們白蘭真的 真相只有當事人最清楚 麻煩不要以而傳而 那個傳言對我來講是很受傷的 我老實說如果我真的有怎麼樣 我早就不會出來了啦 還有我要告訴我不要亂結婚啦 不是說每一對夫妻離婚都會二言相像的 我覺得大家都是很peace的結束 那婚姻過程中 誰對誰錯誰不對誰錯 覺得過去就過去了 我要開金句囉 自己的未來是自己給的 自己的快樂是自己造就的 我要呼籲現在所有的女生 或是男生都好 人要愛自己多一點 不要有了家庭之後 把自己的心力全部放在家庭身上 然後沒有顧到自己 我覺得這個是 要檢討的 不好意思 這段時間佔用到一些媒體的版面 真的拍謝 是不是現在不能使用丟妹的名稱 基本上是 你們都知道嗎 就是那個名字 對啊 就不在我這裡 你們什麼稱呼都沒關係啦 你們要叫我名山 叫我丟丟丟妹 還是你們真的改不掉 硬要叫我丟丟妹也可以啦 可是我跟你講我就是叫名山 然後記得我的粉絲專頁是樓頂就樓下 怎樣 怎樣 怎麼稱呼我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叫我名山 你們問丟妹有沒有真心 這個我可以直接 正面回答你們 我從全身最胖的時期 到現在最瘦的時期 我真的前後真的瘦了40公斤 鼻子啊下巴啊都是真的 因為發生太多事情 所以有變瘦這樣 你們可以離婚看看啦 你們離婚那個 體重就掉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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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